各位广角频道的朋友大家好 新年好 在这边跟大家拜年 那我们也请到了黄奎博 这个黄老师 来这边跟大家拜个年吧 大家好 我是黄奎博 在龙年祝大家这个主报平安 年年有余 一条龙 一条龙你说打牌吗 都好 生活一条龙 打牌一条龙 排队不要一条龙 平常过年 家里怎么过年 家里过年 其实我们以前这个母亲在的时候 当然母亲就会做很多很多的拌菜 你知道大江南北的菜 眷村里面嘛 你是眷村出生的 对啊对啊各种菜 有时候这个邻居就串串门子啊 对等等的 那现在当然这个生活形态慢慢改变了 过年其实最重要的 我发现好像都是我们 尤其在这个过年前 大概一个月左右 赶快要去订餐厅 订餐厅 因为不太多办了 你说除夕夜吗 除夕夜或除衣等等的 对 要去订餐厅 OK 所以这个生活形态改变了 但是吃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对 那我们就会去找我们这个老家附近 蛮好的餐厅 OK 然后大家全家就去一起去打个牙计 然后过过年 对正好也过年就不用再辛苦的做饭啊 洗碗啊等等的 哦 当然我们都会觉得这个餐厅的服务人员厨师啊这些很可怜 但是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包个包个红包给他们呢 哦 过年时候我不是最大的 所以我就不负责红包 你负责红包 我倒是这个都是买外面的 就是比如说去台北那个南门市场 那南门市场我觉得相当多的一些东西 有可以稍微这个料理一下 或者是说现成的 或者是大家上那个新闻大白话 推销他那个499的那个整只鸡的这个鸡糖 我真的买了 买过 我真的买过 因为他便宜嘛 嗯 又好吃 呃 除了这个就是呃 吃饭之外 过年因为在台北有出去玩吗 其实过年我是回中南部 哦 OK 对 所以刚刚永明兄讲的这个到南门市场买这些年货 对 我们中南部就少一点 你是中南部哪里 我们在嘉义 嘉义 OK 不过我们那边是有一些啦 譬如说快到元宵是有一家卖元宵的 对 都大排长龙 就现在做手工元宵 对对对 每年都是 回家意是一个老家在那边 对 然后呢 可是交通上呢 交通上 这个年老历衰之后只能靠高铁 开车 堵车堵得很严重啊 当然跟大陆比起来可能还好 但过年时候真的堵得很可怕 对 本来应该三个多小时的车程 我们历史上开过七个小时 真的 这么夸张 历史上史上最高 哇哦 对 那如果正常 坐高铁只要不到两个小时 高铁一个半 一个半小时 对然后再加上高铁到家里接驳二十多分钟 对 可以了 对对 对啊 我看大陆上哈 最近讲到那个广 广东省啊 那个应该是赵庆吧 以前的那种百万摩特车返乡啊 尤其回应该是云南贵州那边齐摩特车 那返乡的这个盛况啊已经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因为大家这个经济变好了 要不然就自己开车 要不然就是坐这个高铁啊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整个时代不一样 不过 会不会 你们赶快都回回回回中南部了 对 我们我们在台北人哦 最喜欢过年 因为空城一样 你知道 对 开车啊 或者是去看电影啊 觉得哇 好舒服 台北从来没有那么空旷过 对 反正我们回到我们老家之后 老家怎么这么多人 对对对 所以过年其实真的是中国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那我看大概在受中国的影响 韩国人也过旧历年 那然后呢越南人 越南也过旧历年 对 那日本就很可惜 他把它完全移到就是这个新历年 就不没有怎么旧历年那种过年的这种情况 但是呢 在台湾呢 这个是重要节庆 而且我们今年的年三十也放假哦 哦 大陆年三十不放假 哦 居然有这样是 没有 我还没注意啊 对对对对 但是很多公司就自己这个跟员工放假 那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其实过年的时候呢 祝福大家这个 呃 应该什么 平安吉康 吉庆啊 哦 然后呢 祝福大家这个今年哦 龙年 我的年 哦 本命年 我的本命年 假成年哦 然后呢 这个一切顺利平安 然后心想事成 啊 在这边谢谢黄奎波黄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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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